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学事工董事会上 我们看到普什丰盛在中亚各宣教事工上 正有条不紊的向前发展 请看来自中亚的报道 由普什丰盛生命中心董事会副主席朱清贤医生 负责RUC事工的易杰瑞 以及来自台湾的成长老易行 会同早前到达的中亚各事工主任 参加了于6月11日举行的慈善基督基金会的年度董事会 以及6月12日举行的RCHEC年度董事会 会上对中亚儿童教育事工和大学教育事工的预算 进行了严谨的审核 每年的慈善基督基金会年度董事会 都是与当地同工面对面交流互动的好机会 在Mercy Foundation董事会中 我们不仅听取了各项报告 更重要的是通过目者同工的分享 了解的学校拥有许多杰出的老师 他们获得了国家的肯定和表扬 并取得了专业成就 许多优秀学生在学术上也表现出色 感谢主在这一群中心教师团队的栽培下 学生们在学术上 生活上及领域上都有显著成长 我们也听到了这些学生因老师的带领 而受洗接受主的见证 为此我们感恩不已 这个董事会中不仅有工作报告 更是充满了许多美好的见证 自去年开始调整策略 将儿童教育事工的各项目 统一由美国总部调配以来 项目们更加专注于他们的工作 关怀对象也从学生延伸到老师 甚至通过与学生的接触 和他们的家长也有了更多互动 社区福音拓展的平台 体育馆施工今年也传来好消息 杰伯斯学校的体育馆已经建成 并开始使用 目前所有学校的体育馆 只剩下贝罗夫斯克学校的体育馆 在规划建设中 在6月12日的RUCA董事会上 RUCA战略规划副校长分享了RUCA的进一步发展 以及RUCA HTC和宿舍建筑的翻新等议题 主管学术事务的副校长分享了包括RUCA与HTC学术课程的整合 财务主任则详细介绍了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表 在当地同工的报告中 我们看到了学校的管理越来越上轨道 也了解到学生们的进步 许多毕业生不仅在毕业后继续深造 还获得了海外奖学金的机会 自2017年 普什丰盛生命中心接手杨家善长老创立的 吉尔吉斯大学生事工和儿童教育事工以来 在弟兄姐妹们多年的祷告和支援下 无论是在硬体设施还是事工管理上 都取得了巨大进展 感谢赞美主 如您此刻有感动奉献 请点击屏幕右上边的链接直接奉献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神祝福您 神祝福您 神祝福您